新年一时气象万千 我们再跟随着镜头去祖国各地 看看大美江山的英姿 领略冬日中国的美丽 一场降雪过后 地处阿尔泰山身处的新疆喀纳斯湖 变成了一片银白色的世界 白雪覆盖在松树枝头 处处银庄素果 雪原冰湖雾松相应 好似一片冰雪同化世界 在低温的作用下 还未结冻的湖水雾气升腾 给环绕湖岸的山巒 披上了一层白沙 在临近湖边的森林 雾气在树枝上 结出形态各异的雾松 好似千树万树梨花开 内蒙古新安盟的阿尔山市 横跨大兴安岭西南山路 是一座新兴的边境旅游城市 每年长达七个月的冰雪期 为这里开展冰雪运动和冰雪旅游 提供了宝贵资源 雪白的八角屋 形色各异的雪雕作品 冰雪市集等文旅活动 吸引了不少游客到来 在江西夷春明月山 游客们慕名而来 欣赏绝美风光 体验高山滑雪 解锁现实版冰雪奇缘 广西贺州市昭平县的 黄瑶古镇 是典型的喀斯特地毛 古镇四周群山环绕 翘风林立 古镇内小桥流水 古戎参天 这棵已经850多岁的龙爪绒 是古镇中最古老的绒树之一 黄瑶古镇有近千年的历史 因镇上黄瑶两性居多 顾名黄瑶 古镇里的房屋 多保持明清风格 元旦期间 不少游客来到这里 享受一份难得的田径与淡然 可能是参与他